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微生物感染与健康 微生物这个词呢 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因为从小家长老师就告诉我们 微生物会引起疾病 因此要讲究微生勤洗手 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微生物是不致病的 是对人类有益的 有些呢甚至是必须的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微生物 然后呢介绍一下微生物的特点分类及微生物学 微生物呢是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大群 形体微小结构简单 肉眼直接看不见 必须要借助显微镜放大数百 乃至数万倍才能观察到的微小生物 简直微生物就是一群非常非常小的生物 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微生物的特点 首先呢微生物小 结构呢也非常简单 这里的结构指的是基因结构 比如说对于病毒来说呢 因为它太小 我们的测量单位要用纳米 而细菌呢比病毒大一点 但是呢我们仍然要用微米来测量 另外呢微生物的形态代谢非常多样化 比如细菌呢从形态上来说 就可以有球菌 杆菌 罗菌 三种类型 代谢呢可以有虚氧的 也可以有艳氧的 微生物的繁殖呢非常快 而且容易发生变异 比如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它的分裂代时 只有20到30分钟 从一个微生物分裂成两个细菌 而且它变异的时候呢 根据环境的需要 它会发生适当的改变 比如说抗生素用多了之后 细菌为了生存 它要发生耐药性的改变 还有呢许多微生物不能培养 而且呢我们有许多没有发现的 比如说现在呢大概只有1%到10%的细菌 能够培养出来 其他的呢还我们仍然不知道 最后呢 微生物是一类有发展前景的模式生物 因为它很小 结构简单 生长非常快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微生物作为一种模型来进行研究 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微生物的分类 根据微生物的结构 我们可以把微生物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呢是非细胞型微生物 顾名思义它没有细胞结构 缺乏一些酶和代谢系统 所以呢我们说这类微生物必须严格的寄生在其他的活细胞内 最典型的代表是病毒 虽然很小也很简单 中间呢是核酸 外边是蛋白质的外壳 但是有些病毒有很强的致病性 比如说我们每年冬天都要预防的流感 就是由这类病毒引起来的 第二种类型呢是原核细胞型微生物 这类微生物有原始的核 细胞器不完善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家族 比如说细菌 支援体 一元体 利克次体 螺旋体和放线菌 都属于这个家族的微生物 由于种类非常多 所以呢它整个的代谢也非常多样性 比如说有些有需要养 有些是艳养的 有些是坚性艳养的 第三种类型呢是真核细胞型微生物 这类微生物呢有完整的细胞核和细胞器 跟我们人的细胞大致相同 有细胞B 这类微生物最典型的代表是真菌 真菌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家族 形态上代谢上都很复杂 比如说从小的来说 我们必须要用显微镜来观察 单细胞的比如说酵母菌 而大的比如说蘑菇木耳这一类 它也属于微生物是真菌中的一种类型 从代谢过程中来说 多细胞的微生物它一般是需要代谢 因为它是真核细胞 而单细胞微生物呢 它可以是坚性艳养的 最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微生物学 微生物学呢是生命科学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学科 是研究微生物的基本结构 代谢遗产与变异 以及它与人类动植物自然界的相互关系 微生物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学科 可以根据研究的侧重面和层次的不同呢 分为许多不同的学科 比如说我们可以分为医学微生物学 研究的对象呢 主要是与人体相关的正常及致病微生物 我们这门课呢 涉及的主要是这部分的内容 还有呢工业微生物涉及食品 制药 冶金采矿 皮革等等许多许多方面 比如说食品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吃的许多食品都跟微生物的发酵有关 第三种呢是农业微生物 农业微生物呢 在我们常用的有肥料杀虫剂等等 另外呢还有环境微生物 比如说我们平时可以用微生物来进行污染的治理等等 这个呢在我们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常用的方法 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